可以嗎? 好啦! 神車王又來了! My friend, how are you? OK! 你知道我手上拿著什麼? 一個手指 它已經流化了 就是覺得它 流化什麼意思? 就是比較難擦頂盡 我忍耐一個方法 真的這個方法 我覺得用得著 不知當年晚期 我也是try的 就是這個手指 用得很久 我用來聽影片 為什麼我要告訴你? 它的點很難擦進去 然後我就想一個 好的方法 就是這麼簡單 首先我們放 這個就是磁鐵 裡面有兩個磁鐵 這個是塑膠 如果你覺得不用這麼緊張 什麼磁鐵也可以,沒問題 最重要我有的就拿給你看 這個就是我的磁鐵 我就利用這樣 這個叉頭 這樣放上去 然後呢 開著那個墊 你看 開著那個墊 因為我覺得自從我這樣用了之後 它的墊 比較容易進去 嗯 你說我有沒有心理作用 我也不敢肯定 但是我覺得 真的蠻管用 很好用 還有 這個 已經告訴你了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那個 我們 家裡面用的 那個就是我們家裡面用的 大電腦 為什麼我告訴你呢? 你們看到那個什麼 那個就是磁鐵 那個磁鐵呢 因為我沒有用的時候 我真的用這部電腦 哇 真的 我開了五次 才能夠開得動那個電腦 後來我就想 啊 很辛苦 差不多有幾個月了 有半年了 後來 我想 想個好方法 因為我之前用手機用那個方法 好 OK 我先試一下 很簡單 因為我 我就靠近 一個失敗 就是第二次 一定可以開得住 我覺得 第二次 應該沒問題 很多時候 我用了 一次就能夠開了 一個磁鐵 別的大 別的口 別的磁性 那我們 我們磁鐵的時候 靠近一個 開關鍵 這個就是開關鍵 那我開給你看 這個就是開關鍵 開啟了嗎 開啟了嗎 OK OK 我開 我開不停工 我試摸它一次就可以了 一個磁鐵 別的就住那個 按鈕那邊 這個按鈕那邊 我開啟 因為我很多時候 以前沒有用這個磁鐵的時候 我開五次 最少都是四次三次 所以 我緊張 我魚果 我自從用了之後 我最多兩次 每次都是一次一次 百分之七 一次就搞定 百分之三兩次 沒有超過三次 哇 成功 應該成功了吧 走出來 所以 為什麼我會有這麼多的法令呢 我很 很奇怪 我每一東西 上一山 上一山 後來我也是 發明看鈴鐺的法令 我自己的鈴鐺 就是這樣走出來 不是叫超鈴鐺的 只不過自己的鈴鐺 好像把自己的鈴鐺 領活一山 哈哈 所以你看這麼多視頻 有沒有能教過你用這個方法 我相信沒有了 像馬里蘇聯 我都沒有看過 叫人家 用這個鈴鐺 借助 開不斷的鈴鐺 的問題 很難拿出來 這個鈴鐺 也是我有一個好想 這個鈴鐺 這個鈴鐺 是稀釋的 然後 我 就拿了一種 好像我曾經 找到你們吃腸飯的 那種 鋁的紙 鋁面 有雙面膠質 我把蝴蝶包起來 綑起來 就變成一個鈴鐺 變成一個鈴鐺 變成很難用 因為那種鈴鐺 黑色的鈴鐺 它變成很不夠精硬 一點點就脆 一點點就會崩了 所以我覺得用這個方法 我可以好好耐很久很久 可能用到我死為止 OK 我放回去 嗯 拜拜